想为第一次合作吗 说一下没合格之前对彼此的印象吧 我第一次见到VD 当时呢 我正在就是一个生气的气头上 就是我跟别人在吵架 然后他在劝架那种感觉 那会我不认识他 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刚不认识 然后那朋友就叫我去玩 然后就看到了 对面就开始跟他的朋友在那儿 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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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种特别激烈的争吵 然后我就傻伙 就嫩了 在那我还没开始工作过 就还一小白 你知道吧 就刚不如社会 然后就见识到了社会的可怕 那也不是社会 那就是差不多同龄层次的那种的 互相的小吵闹 很久了 四年前了吧 那你们俩这四年间都没有再联系吗 没有 微信都没加 因为我也没有很红 所以我够不到像他这样的男主 没有没有没有 那会我也不恐 我那会还啥啥都不是 对的就刚签公司那会儿 那现在对彼此的现象有什么变化吗 就其实还挺温柔的 特别善解人意 嗯 哇你这样讲也得以为我拿刀顶着你呢 观众们看到我在眨眼睛了 我也觉得他挺好的啊 哈哈哈哈 刚刚话怎么那么多 到这词呢 就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拍戏也很愉快 然后就是对气的时候 弟弟呢也是 就是挺照顾我的 嗯 他比较帅姐任意 请两位分别以女生视角和男生视角来安利一下餐玩爵吧 他是东方青苍 魔戒中最最厉害的人 但是他喜欢我 就是小兰花 就是最菜的那一个 我们有很 就是好几个地方的爱恨情仇 反正就是这段情愫非常的缠绵 哈哈哈哈 对呀 就是微信心里不错吧 如果是以男性的角度去看的话 就其实挺过瘾的 因为一上来 他就是一个没有气情 没有情感的一个野兽的那种感觉 男生应该还都会 就是觉得莫正这个角色挺帅的 男生也会很带入的 就是把自己带入到这种 因为男生不都是喜欢Superman什么什么这种 对对对 你觉得小兰花会成为男性观众的女神吗 男生那不会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小兰花怎么可能成为别人的女神呢 不一定啊 你现在不也是很多男生的女神吗 嗯 我没有哎 不好意思啊 没有 没有吗 弟弟你觉得欣欣是女神吗 嗯 是 是 是 绝对是 绝对是 嗯 杨猪粉最期待小兰花和东方青苍换身的剧情 拍摄这部份时有发生什么趋势吗 那趋势太多了 有 有 你看你看 我把我说了你又要生气 我一定知道他要说什么 没啥 就是那场戏就是 我是小兰花嘛 他欺负了我 他把我的头发 串啊 给我弄 然后我自己就在那哭 就在那第一次 第一次经历换身的时候 然后一说话就啊 我怎么是男人的声音 然后他就炸了 他就在那旁边就一直笑 一直笑 就出到他的笑点 因为我笑点很高 我一般拍戏不笑长 但你真的坚持不下来 他就这样子围绕着我 我怎么犯出了男人的事 我也是这样 你说 你说这个 怎么能燃烧 地底能现场模仿一下小兰花 饭花痴的样子吗 没有饭花痴 没有 但他会演生气 生气来一个 好可爱 好可爱 你平时见到的新鲜饭花痴 是什么样子 模仿一下 我是这样吗 你就这样啊 你刚刚看着我饭花痴啊 哪有 我在这场戏播出的时候 你们俩的迷宿不应该很开心 有人叫你叫老头吗 没有 谁敢 老婆 两位对剧中的造型还满意吗 你觉得是你先组的衣服好看 还是我组的衣服好看 先组的好看 再给你一个机会 我组的好看 怎么感觉你们俩的家庭地位 好像是弟弟比较高啊 哪有 当然了 没有 那只是外人面前给面子罢了 私底下都谁给谁道歉 你把话说清楚 镜头面前 不能熟 那距离他们俩谁在家庭地位更高啊 小兰花 东方清仓啊 小兰花 东方清仓啊 小兰花 当然是东方清仓啊 你给月仰花你就参赖是不是 哇 东方清仓让你贵的你怎么贵的 我打 你带你怎么贵的 那你不也贵了吗 贵一贵 你怎么没贵过呢 你没有看我怎么贵啊 答应让我好像贵了才好